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基本上如果你把它向下 但第一个只找到0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找0的话 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的习惯是把这个公式剪下来之后 再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个ifl的逻辑 就是判断说他 如果没找到的话 所以你把刚刚的公式贴到value 贴到valu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他假设一切正常的话 他一样输出11 那主要他要抓的就是仅value的错误 也就是找不到的状况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 意思是说如果找不到0的话 那你再贴一次 那再帮我找0 那找0的话很简单 就是把底下贴上的地方 改成0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找不到0 那就帮我找0 底下的叙述是valueifl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如果发生错误 那你再帮我找一下另外一个字看看 所以有第二个选项 所以可以找第二次按确定 那你把他向上填满的话 理论上有理的就会正确 如果向下填满 如果有理的部分呢 他就会出现正确 比如说真有理 所以刚刚第11个 这个应该本来正确 他就不变 但是如果不正确的部分呢 其实有修正几个 不然就上面有理的啦 OK 那最后其实还是错的 那就是区啦 因为他没有0也没有理 那只有区 所以如果只有区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一样 其实要再来一次 我的习惯是什么 再把它剪下不包含等号 然后再把刚刚的公式 直接再放在ifl里面 的第一个这个value里面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你帮我再检查一下 他里面是不是有0或者有理 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就会出现这个仅value错 所以如果有仅value错误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呢 所以如果有仅 意思这个底下这个参数 主要就是说 如果他还是仅value错误 那你要做什么事 那意思是说 你在帮我找什么 在帮我找区 那所以在帮我找区的话 你就直接拿 刚刚的那个phine的公式 其实上面也有啦 phine0 然后豆点f7 后刮弧 要记得喔 前后刮弧 刮弧不要多 多复制一个 多复制一个就错了 然后贴上之后 把它改成区 那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 我们就可以 把那个最后的区 给找到了 向上填满 区也有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呢 那底下的话也都会有区 不管 不过底下好像有一两笔资料 就是他地址错误 没有哪一条路 好像只有什么几号 之类的 什么区几号 所以他地址里面 直接指向某一个捷运站 那也不行 ok 那如果我找到 他前面这个字的话 那如果我要抓后面 这几个字 那当然如果都是三个字 ok 可是有的是像中校东路 底下这边 这些都是三个字为主 比如说还有什么 底下这边 还有光复南路 那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他可能有三个字 有可能有四个字 所以如果说字数不统一的情况下 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一样啦 其实你可以再分析一下 里面他后面那个字 其实可能性也只有三个 跟刚刚一样 路 刚刚是零里区 ok 顺序是零里区 那后面那个字 也可能刚好有三种状况 要不就是路 要不就接 要不就到 所以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拿刚刚这个公式 甚至你一个字都不用改 直接把它复制 取消 然后贴到旁边 假设我们分两阶段完成 贴上之后的话 那分别把零里区怎么样 改成路接到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意思啦 所以你改 你先帮我找路看看 如果有路告诉我 在第几个字 那如果没有路 那没关系 再帮我找接 ok 然后呢 如果没有路也没有接 那再帮我找到 那理论上 只会有这三种可能性 应该没有别的啦 如果有人要告诉我 好了 ok 按打勾 你就知道 原来他在第九个字 那你把它往下填满 然后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所有的这个 后面那个字 全部都帮我算完了 那算完之后的话呢 那其实我后面 就可以把我要的这个地址 把它带出来 那怎么带出来 一样嘛 就是用插入函数啦 这个时候你用mid就可以了 文字类里面的mid 那mid的话呢 就是地址里面 从哪个字啊 从这个 零里区的后一个字 加1 然后几个字啊 后面就是路街道的位置 减掉那个零里区的位置 那刚好就是这个 你要的地址的那个哪一条街的总长度 刚好三个字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他就可以帮我把这条路抓出来 那理论上向下填满 应该就可以全部就出现了 不过我这边好像出一个 今天 之前都没这个问题啦 不过现在好像这个地方 好像是不是有什么格式 还是什么 再找找看好了 不过分阶段好了 好 那把它 就分别 就可以把那一条路街道给做出来 但是呢 我是把它分 总共 多一个步骤 然后再这个步骤 那但是啊 如果你将来 你希望把它一次完成的话 那其实道理也差不多啦 其实只是怎么样 只是要把 这个不用变 主要是要把H2 这个里面的公式放过来 然后 这个I2的话 实际上 也就是贴上之后 改路街道啦 其实没改动太多 所以哦 如果你要一气呵成的话 你就什么 把这边剪下来 好 一样嘛 插入函数 然后 其实用最近使用过 刚刚有用过 MID 然后地址给他 贴一次 所以 基本上啦 最重要是把 第一次产生的公式 先贴一次 加1 下一个字的意思 就是 邻里区的下一个字 然后再贴 贴之后的话 再把它改 改什么呢 改后面那个字 是路街道 所以贴上之后的话呢 那分别呢 就把它改成路街道 然后呢 路街道改完之后 那我们就是在把 它后面加个减号 减掉 再贴一次 OK 所以理论上 刚刚那个公式 会贴三次 一次是在这边 一次是在Lumber Chars 那前面那个改路街道 再加个减号 OK 那三个OK 确定 那一样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不过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有一个隔 看起来好像没 好不好 这个再加 那我把它避开好了 让它向下填满 OK 那这边其实就可以不需要了 可以把它删除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假设呢 已经有了这个栏位之后的话 那我要做后续的统计分析 就相对简单 那如果说我希望 帮我产生一个 就是这个路街道 就是切到案件前10名的话 那并且帮我绘制一个直条图 在旁边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公式相对比较复杂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其实云端白板上面 也可以看到 我看一下 在第一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里面 应该我是把它放在底下的地方 OK 所以你们大概找一下那个MID 这个MID 刚刚的这个公式 OK 这个画面呢 我在停止共用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 刚刚的部分 试着做做看 OK 那 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 看起来好像会蛮复杂的 不过实际上 主要还是利用那个Find函数 做穿针引线 那这个应该会蛮多地方 会有这种需求 因为主要将来 你取得的资料 一般这个叫RAWDATA 原始资料的话呢 可能 你要的资料 就是在那个 某个栏位的某个部分 那当然呢 像前面的两个栏位 比如说取年 取区 都是固定位置 比较好抓 不过 比较麻烦的是 它的位置 如果不统一 不是固定位置 但是有一定规则性的话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利用 刚刚的那个 Find函数 配合那个 IfAir 再配合Mid 其实就可以很快 帮我们把 需要的资料 给抓到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好了